2010年5月22号 在比特币推出不到两年的时候 一位美国网友 用一万比特币购买了两片披萨 这是比特币第一次用于实体的商品交易 这天也成为了著名的 比特币披萨日 随着这几年比特币价格飙涨 一万比特币一度相当于 一亿四千万美金 怀抱着一夜致富的梦 人们前扑后继地 加入挖矿的行列 不过当大家把目光放在比特币时 支撑起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区块链 其实才是即将掀起 第四波工业革命的主角 过去我们的交易需要一个强大的第三方机构 做信用保证及资产转移 但在区块链的世界中 中间人是不存在的 买卖双方会直接进行点对点的交易 而交易资讯会封装成一个资讯区块 根据交易内容 区块会生成一组专属的身份码 加入交易总账本后 它也会记录前一个区块的身份码 就这样一个牵着一个 形成了坚固的区块链 只要区块内的交易信息被篡改 都会改变它的身份码 让接待后面的区块失效 确保了区块链的安全性 除此之外 区块链中每一个用户 都各自拥有一份一模一样的总账本 当新的交易区块出现 被超过半数的用户认可后 区块便会同时新增到每个人的账本中 就算你成功篡改了一个人的账本 也会被其他人发现而不被承认 这样的机制成就了区块链 去中心化 公开透明 不可篡改的三大特性 那么区块链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医网病患在不同医院的医疗记录难以整合 造成就医时的困扰 台湾已经有团队推行用区块链 解决病例共享的问题 导入区块链分散式账本的概念后 不论在哪就医 资料都能同步更新给病患授权的医师 诊所 药局 保险公司 甚至是研究单位 提升整体的医疗品质 另外 区块链公开透明 不可篡改的特性 还提供了所有商品极高可信度的交易履历 来源何方 转手几次 表列清清楚楚 没有人可以从中作假 不仅可以打击来路不明的赝品 还可以让血钻石 血汗渔场的不公不义的现象 渐渐消失 虽然现在运算速度 更新能力 都还是区块链的一大挑战 但几乎所有的产业 都能透过区块链进行升级 其运用范围 远远不止于虚拟货币 现在 赶快脱下你的矿工帽 一起加入这波大革命吧 可可可可 未来世界是我的 可可可可